近日就高一祥去世一世 杨天真发传表达对于高一祥的悼念 突然也说出关于娱乐圈运作的方式 如今无论何事 从能牵扯到利益二字 娱乐圈也不例外 他表示实际上在这个圈子 没有人不是受害者 每个人都在为彼此的恶劣付出代价 到了最后 一人都被利益买单了 炸光身上的热度和人气变现成功 这就是当今大部分明星存在的价值 随后掀起了一部高潮 有很多网友在批评斥责杨天真 二十八日晚杨天真在发文回应被批评时 他表示三点 第一 他表示在写这篇长文的时候 就非常清楚地知我会面对什么样的声音 毫不意外 这个时候要表达就要承受到 所以活该 所以应该 第二 他反对在任何事件中通过批评这种手段 获得舆论支持 所以他不会去批评 也不会畏惧批评 第三 他表示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曝光度 这件事有意义 大家看世界的时候 可以多想想其他角度 如果真的那么讨厌我 那就好好学习 成为比我更有成就的人 对杨天真的回应 大家觉得他说的对吗 欢迎留言讨论 喜欢记得关注哦